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此事真正归出 既息手写生命 心手心同心 而你总是三学增生 回回法皆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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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 映竹在第二天的开始谈到 昨天 概略的谈到 淨土念佛法 他的意义 今日就讲 复国西斋 法会的意义 所谓复国西斋 大家在说什么 这个国家 用什么方法 来扶持 种种的灾难 用何种方法 来熄灭 这是每一个具有 社会责任感的人 都会提出的问题 面临着 王国王主的那个时代 这种问题的提出来 就更为严峻 更为沉甸甸 迫在眉睫 为了达到这两项目的 映竹开出了良主方法 就好像一个良医 诊断病因之后 就得要开药 这个药一种是 从当时 治标来说 他现在正在发高烧 当务自己要把他的 高烧的问题解决 这就是临时 救助的方法 治标的方法 等到发生的 发烧控制住了之后 就得要全面的 调底 病人的身体状况 让他 体质提升 免医系统 提高他的力量 这就要做平时 治本的工作 从根本上 给予治疗 那么无论是 临时的救助 还是平时的救助 都可以 用一种方法来贯通 就是人人平时 能够吃素 念佛 就能达到 复活悉灾的目的 他就具有 无限的功德 那就是灾难来了 这个临时报复角 也管用 用虔诚恭敬的心态 吃素 念佛 来求佛力 保护我们这个 国家的平安 熄灭种种 恶难 也有相当的效力 所以这个吃素念佛 通临时 通平时 但是 以平时 大家这样吃素念佛 来复活息灾 为最好 我们也许看到 这样的一个药方 好像很平常 但是 它确实是 治疗那个时代的 问题的最好的药方 如果平时 大家都能够吃素 去培植慈悲心 去 心愿持民 用我们的 自成的愿力 感通阿弥陀佛的 大悲愿力 这个众生的愿力和佛的愿力 由于这个心佛众生等无差别 就能够感通 就能够相结 那么 名号里面 是阿弥陀佛的 大慈悲的结晶了 具有 大福德 大善根 大智慧 大的消灭障的佛的力量在里面 所以我们透过 名号的宗介 把弥陀的功德 召唤过来了 召唤过来 我们的心 当下也是在 弥陀 名号的光明的色素之下 弥陀 名号是无量寿 无量光 一切众生的心性 也本具无量寿 无量寿 无量光 把我们众生的 自心本具的无量光寿 给它引发出来了 引发出来了 我们的心里的妄想杂念 这些邪的东西 邪气 就会消灭 然后正大光明 无量光的造用 无量寿的极定 我们的良知良能 我们内具的一切事件 和初世间 这些善的萌芽 都生长起来了 这就是正气长 我们的良知良能复活了 良知良能是什么 就是无量光寿 无量光寿现前 就是佛性现前 明德显明了 他整个的人 就是一个光明的 善良的 超越的 正大的 堪于天地 相病的 顶天立地的人 三才之一 所以他全力是善的一种表现 他就能够说好话 口音 不再是原来造四种 恶业了 妄语 其语 恶语 这个良知 他就成善良的语言 那么心是存的是善良的心 佛心 大慈悲心 仁爱之心 做的是 于对他人 对社会 对国家 有利的善事 好事 人人都会成为这样的人 那他每个人的一种佛性的力量 都能够展示出来 那就相光庄严了 那么 人群 族群是由个体构成的 每个个体的那种佛性的显发 就会导致这个群体 这个国家 充满着这种智慧光明 那这个国家就非常强大了 任何人都不能侮辱这样的人了 一些天人都要攻进这个国家的人了 这样的国家就得到了保护 他的种种自然灾害 人际关系的灾殃 自然就会消灭 所以这个念佛实际上是从根本上 改变个体的人心 改变整个社会不良的风气 导致这个民族国家长治久安的 最根本的方法 看过去他很简单 但是这个简单的方法 却是十奉三世诸佛 给予我们的一种恩赐啊 一个魔女宝珠啊 这个六字弘明阿且陀耀 万病总治啊 可以治标 更可以治本啊 这个皇帝内经里面 齐伯和皇帝之间的对话 就谈到治病 圣人不治已病 而治未病 不治已乱 而治未乱 就真正高明的上医啊 高明的医生 他是治未病 就是这个病还没有发起来 把他消灭在萌芽状态 但如果一个人已经生病了 发烧了 全身都很麻烦了 这时候 这就是已经生病了 已经生病了 你再去治治疗 不能是可以治 但是他就比较麻烦了 这个局面不好收拾了 你下腰下去 四腰三分毒啊 你治了这一面 一定会伤害到其他的一面了 五脏六腑这个丈夫之学的辩证 就因为你病已经发出来了 就麻烦了 那么圣人治理国家 他也是这样的 把国家的各种问题 消灭在萌芽状态 不让他产生一种战乱 动乱 散乱 所以圣人为什么能够存衣裳 而天下治 无为而无所不为 就是他已经通过自己的心了 他自己格路自知 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他自己的心就平了 通过他行孝 孝敬离 廉耻 然后心平就天下平了 所以他把这个 使天下人的百姓的心都平和下来了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还有什么治安问题呢 这是圣人治理国家的方式 这是圣人治理国家的方式 所以他治理国家很方便 很自在 治国如喷小仙 这个鱼在那里尖住 你不要随便动 你越动它 它越会烂 但一般的人 对于已经动乱的这种 这种治理 他容易知道 对于未乱还没有乱起来的那种高明的治 一般的人往往不明白 那么圣人的教化 尤其是佛法 他治理人心 就在潜于魔法当中 任务细无声 所以这个治理国家就好像治病一样 有的是治标的 有的是治本的 这个国家已经很乱了 就像治病 这已经乱了 乱了你去治 就比较麻烦 你想要求快速的把它治好 那只能先从治标开始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这叫治标 但是头痛的时候 它的那个病根子不一定在头部 可能是在 肝部肺部 五脏六腑什么地方 腿痛的时候 它的病源不一定在腿部 一般西医他就 次数一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如果一个人失眠 于是就给他安眠药 一个人精神病他就给他很多的抗神经病的药 实际上不能解决问题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但是这个病已经发作得很厉害了 也只能先从治标开始的 先控制他的病情了 然后把病情控制好了之后 再要根本上治本 治本就是使他的气血周流 治癌啊 畅通啊 提高他的免疫系统啊 如果气血血管有阻塞 他就是高血压啊 脑血栓啊 半生补水啊 种种免疫系统下降 种种的病症就来了 人的血管这个是构成人的身体 那么世间上自然界各种 琥珀 江河 它也是一个有机体啊 它也是像血管一样的 所以现在我们当看到自然界 很多的江河 河流都污染了 甚至干枯了 甚至一段段截开了 我们都会觉得害怕 正暴跟医暴是同够的 大自然的水污染了 我们身体的水啊 我们身体也是百分之七十的水分啊 我们也会污染啊 我们的血液各方面污染了 各种病也又来了 为什么这个时代的病 越来越多啊 外部环境的污染 我们的身体也污染了 身体污染了 我们的心也污染了 我们全方位的污染了 所以现在众生过得很痛苦啊 一定要心清静我们的身体才清静 身心清静我们的生态环境才清静啊 心静则佛土静啊 所以外部环境的生态问题 环境问题最终是我们这个心出了问题啊 充满着贪嗔痴三毒烦恼的心 你还能够把环境生态搞成什么样子 一定是越来越濁恶 越来越污染 越来越可怕 真的是三界火宅啊 圣可不畏啊 圣人对这种治疗 知道是他的病因病源 所以开出的药方一定是对症下药的 这个根本上他痊愈了 他的免疫系统提高了他的能力了 他的精神呢 才能够振作起来 他才作用在一切事业上 才能有所作为 在战场上 他就是个机智勇猛的一个战士 在战场上 他真是全身心做父母官 仁爱的去执政 我们这个国家出现的问题 是我们每个公民出了问题 现在国家这种危难 已经到了千金一发之际 非常危险了 这是三六年十一月份 印祖说的话 他已经预感到了第二年 一九三七年 整个的大的灾难回来 来自随之而来的世界大战也 皆中而止 印祖短短的生命当中 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 这是人类的产祸 矿石 矿石未有 而这两次世界大战 都出生在西方国家 所以西方人凭什么 他认为他的文明最优越 他可以笼罩全世界 你这种文化出了问题 你导致的战争了 我们中国人在圣唐之际 非常繁荣昌盛的时候 从来没有去搞殖民地 去掠夺其他的国家 那么西方国家工业化 一旦崛起之后 马上就搞殖民地 东南亚这一片国家 都是他的殖民地 先把印度给他弄到手上 像马来西 新加坡这一带 都是他的殖民地 中国由于地缘太博大 也快能为他的殖民地 那么我们这个国家 就在这样的一个夹缝里面 这个国家都快亡了 那么印竹在那个时代 当然也得要寻找 富国强民的一种方法 但印竹没有走那种 以暴抗暴 以冤抱怨的方式 他走到一个很根本的道路 印度的干地 他一生致力于印度民族的独立 他没有走枪杆子的道路 非暴抵的方式 也取得了印度国家的独立 所以成为大雄干地 用他的普罗门文化 那种任性 那种忍怒 那种道德的低调 最终迫使英国人离开了印度 获得了民族的主权 所以我们看 印族所开出的道路 还是从我们自身开始 自标自本的方式 要兼而自知 这种兼制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 莫过于念佛词述 戒杀放生 完全在求我们自己 向内心去改变了 实际上问题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心改变 外部环境就会改变了 何以故 因为外部的环境 都是我们心性变现出来的 这才是佛教智慧 跟我们的最终极的一个答案 你不要在外面以暴抗暴 最后的结果都是不好的 吃素培着慈悲心 念佛感同佛地的加持 戒杀也是 就是把我们残暴的力气把它消灭 放生 放生就是给一些众生 与他生命的安全 正好在战争的时候 用这种方法来对峙 那么为什么要做念佛 吃素 戒杀放生 这里面是有他的理论依据的 这个理论依据就是 三世因果报应的道理 因主不断地说 这种战争的来 我们遭受的苦难 你不要在外面寻找原因 这是我们的供业俗感 我们有勇气承担这种供业 再有勇气消弭这种供业 这是过去的恶因 成熟了 艺术果 一报还一报 这是真是不虚的 如果现在我们不明白三世因果报应的观点 每天都是为了口福之乐 吃了很多的动物 伤害了很多的生命 你未来就会遭受杀截 你逃不掉了 这种杀截来临 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你要深刻地明白三世因果的道理 你就不会从外面寻找救助的方法 而是从内心改变开始 从我们的行为改变开始 所以开出的要方是念佛吃素 借杀放生 这是非常正确的 对于不明白佛教深刻道理的人 他认为这个事很愚符 他认为这个事很愚符 实际上这是最根本解决的方法 所以印竹下面就特别对这个问题进行的阐述 就是在那个时代不仅是中国 而且全世界的民众都处在这种 这种捷运里面 各国都在准备打仗 那么我们所受的种种的这样的灾难 都是过去世恶业所遭干的 以至于感受到这一世的苦苦 这是我们要认账的 从佛教的新性理念来说 我们活在这个世间上 我们都在做梦 有时候做好梦 有时候做噩梦 正好梦在这个战争时代 宁可做太平狗 也不愿做战争时候的人 除了战争时代的人 人家狗都不如 很苦的 可能在座的我们的上一辈 你看看日本军打过来的时候 多少人逃难 有时候我听我母亲谈她逃难的经过 那真的很苦 所以要免去这样的一个 在战争当中的苦苦 就要消除我们原来的苦因 菩萨为因 我们这个民族遭受的那种苦难的常常实在太深重了 我们的记忆里面 一提起南京大屠杀 我们心都很酸痛 一个首都被日本人打来没有办法守住 逃到重庆去了 整个南京市的民众 几十万人残遭屠杀 这种事情 是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记忆当中 它长久的落下了一个非常屈辱的印记 这个苦果是怎么来的呀 这是我们过去是已经种的苦因了 包括未来我们还会有种种的苦果呀 我们检讨目前我们种的什么样的善因呢 种的恶因就是未来的苦果呀 所以现在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就得自成念佛忏悔往昔的念障了 才能消弭这样的苦果呀 那么今生再不去造恶因了 未来是才能免去像三十年代那样 中国人的苦难了 就是二十世纪近百年的中国人 是活得很苦难的 很少有安宁的日子 那么这个苦因是什么 就是贪欲 秤恨 愚痴 三毒烦恼 我们由这个三毒烦恼鼓动身口七枝 造作无量无边的恶业啊 这个恶业如果有体积的话 尽虚空容纳不了啊 当这个苦果来临的时候 千万不要怨天有人 都是我们贪嗔痴 三毒烦恼的 恶因导致的 要自成忏悔 生大忏悔心啊 那么什么是善因 善因就是一个仁爱的心 来救助一切众生啊 来利益一切人类啊 那么寄无敌人 这种善的行为 一定要他相信三世因果的道理 他才能够约束自己 琢磨着重善奉行 如果我们能够一锅扬善 全身心都在善的一面靠 那么哪会有灾难呢 这个道理 真理是朴素的 真理也是普遍的立法原则 真理它也是超约时空的 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遗憾的是人人不相信 人人不按这个做 唯有现代的人 他不明了因果的道理 他不相信因果的道理 你跟他去讲因果 他哈哈大笑 说你是迷信 当他不相信因果的时候 他当然就相信一个巨神我执 这种身见 这种贪然 所以个人的欲望就填满了他的胸中 个人的欲望填满胸中 他就会无恶不作呀 只知道有自己 不知道有他人 他不了解 我们个人跟他人是同体的 四海之类皆兄弟也 对这个同体的问题 这是一个真理 智慧 就好像我们在做梦 梦中有我自己 梦中也有他人 梦中也有山河大地 当你在梦中的时候 你会分别他是他 我是我 等到你醒过来 你再回味一下 梦中的他是谁 梦中的他可不是你心里变现出来的吗 全梦即心吗 你这个我也是变现出来的 他人也是变现出来的 都是我们这个心变现出来的 那我和他可不是都是同心吗 同体吗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 菩萨道的精神就是自他阿利 利益他人就等于利益自己 审害他人就是等于审害自己 因为是同体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 就好像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整体 你左胳膊帮助 右胳膊止住血了 你可不等于自己止住血了 因为你左胳膊把血全部流光了 你右胳膊也不死亡了 因为他是同体 那么佛教的这种真理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跟我是同体的 不仅众生同体 佛菩萨都跟我们同体 我们就在佛的心中 佛就在我的心中 为什么众生欢喜 同体我们高兴佛菩萨就高兴 我们受苦佛菩萨 如见如心 同体 那么释迦摩尼佛 为什么几千次几万次 来到世界四千八相成佛 来救度我们 也是同体的悲心 不忍众生苦 他一定要来 同体顾 所以我们知道的是同体 才会自觉的去帮助别人 利益整个人类 基督教也讲不仅爱自己的邻居 也要爱自己的敌人 所谓朋友敌人也是我们分别出来的 那真正的同体的大悲 无缘的大词是包括一切的 那就怨亲平等了 冤家对头跟我们的父母至亲 他是平等的 如果我们一个人 生起了一种同体的自信 生起了这么一种博爱 这么一种仁慈 这么一种大慈悲心 你说就会感化所有的人 忍者无敌呀 仁慈的人是没有敌人的 所以这个因果的道理 是包含做自身的真理 同时他又在行为当中 非常质朴的产生他的作用 所以映祖就常常说一句话 就是因果啊 因果者 圣人至天下 如来至度众生之大本也 就是这个三世因果的规律 对啊 理论和实践啊 是一切圣人 无论是世间的圣人 还是初世间的圣人 他治理天下 圣人治天下就是指出世间明王啊 圣君治天下 还有出世法如来度众生的大根大根 他的根本是离不开英国的 如果不相信英国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圣人的教化的基础啊 如果捨去的因果律 来大谈治理国家 平治天下 那是不可得的 何以圆末而求鱼啊 就是你到树木上去求鱼啊 要求不到的 求鱼要到水里去求啊 所以佛在大小圣经典当中 讲这个因果 三世因果 欲知前世因今生寿者是 欲知来世果 今生作者是 这种时空的转换三世 我们要知道前世造了什么因 就看你今生你的命运怎么样 富贵 穷达 怎么样 这是你前世的因素导致的 你想知道来世是什么后果 果报 你当下今生你的行为造作 举行作念是什么 是绝对你的来世的 所以这不要去算命的 不要去占卜的 你自己就能明白 所以你今生 所作所为都是恶心恶事 那么来世一定会得到恶果 如果今生所作所为都是善事 那来世一定会得到善果 就是这样的对应的规定 那么对应比如说你的财富从哪来 你财富是从布施里面来啊 财布施啊 你的健康长寿从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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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健康长寿从戒杀放生里面来的 他都一一的非常微妙的这种对应啊 这叫天道好环啊 这个道理不仅是佛教的经验讲 我们鲁家的道理也讲了 周易在这个昆卦里面讲 吉善之家必有余情 吉不善之家必有余秧 你就是吉善 吉功累得 善尤其是那个因 因得因善是最好 就叫因智 你吉了善的家庭 这个余庆是什么 余庆是相当于 这个本庆而说 这个本庆而说 你一个人行了善 你自己就得到正报之庆 所以你来世享受你的善 这是你的本庆 但你的本庆还有正报之余啊 就是你多余的这种善 能够福音你的子孙后代 所以能够对你子孙后代产生好处的 就叫余庆 反之吉不善之家 就是造恶业的家 他下一辈子 就会得到他本有的摘殃 本有的摘殃 他的余报 就能够祸及他的子孙后代 比如一个人做官 一个人能够做高官 一方面是他祖上有应得 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在积累的福报 他才能做高官 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得了官 上书里面也说 一个人着善 天就会降之百祥 种种的吉祥 如果他在着不善 天就降下种种的摘祸 摘殃 所以这样的道理 跟佛教所讲的因果报应 它是正好相同的 那么世间人不了解这个因果 就常常说 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告掉托 没有善恶果报 这就是人死的灭 人死什么都没有 这样的一个观点 是罪悟天下后世的邪见 大邪见 要知道人死了之后 他有一个不死的神识 他会轮回 他会再转胎 投身 行灭神不灭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上 是有阿奈耶斯过来 借助父母的因缘做胎的 那么我们生命离开的时候 阿奈耶斯最后走 他带着这一世的善恶耶 再去经过中阴生阶段 去投身 这是生命的真相 不是人死得灭的 如果人人都能知道 神识不灭 知道他会投身 他投身到哪去 是根据他今世的行为来决定的 那么他就得好好想一想 自己不能造恶 你造杀到淫妄 就要到地狱里面去 万劫难浮 这就是他就害怕 你持五戒行十善 就能够保持人生 甚至可以到天上去 所以行善事 为自己未来的快乐做准备 他就会 愿意去做善事 如果他不相信神死不灭 人死了什么都没有 他这时候 对他来说他生命只有几十年 我这几十年就得最大限度的满足我的欲望 人死了既然什么都没有 我就用不着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所以他就容易放纵自己的贪欲 扶着辉为 乃至于杀父杀母种种罪恶 他都敢做 他敢做得出来 就是由于这个断面的邪见所导致的结果 你看学说 误人 误国 是多么的惨烈啊 人知道人死还要有去处 他就会做准备啊 我们每个人知道有白天有黑夜 他就会为黑夜做准备 怎么为黑夜做准备 准备根竹 准备长路 人知道有夏天也有冬天 所以他就为冬天做准备 怎么为冬天做准备 准备厚的棉袋 准备无炭 人知道有生必有死 那么我们怎么为死做准备 为死做准备 就是持见念佛 求生净土 这就为死亡做准备 这是一个稍有点理智的人 必然的一种选择 所以我们深信英国 不接受那个断灭界 那么他就能产生敬畏感 他就能够在行为上 琢磨做众善奉行 这时候他做这个不是外在的力量 强迫他就做 他是内在的自觉 圣毒自律 一种道德一定要属住他的自觉 一种道德的规范一定是来自于他的 这个纯粹意志所引发的普遍的立法原则 他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 不是把道德降低到值几分钱一斤的 这样调侃的地位上的 他是非常严峻的 一不讲道德就到三个道里面去 这是不开玩笑的 所以人人琢磨着众善奉行 这样就天下太平 人民安乐 外来的侮辱也不可能出现 其他的列强 其他的小国家也打不进来 也不敢打进来 甚至念头都不会动 都不敢动 那么英国的法则 这还是在仁天秤 这样的基础上 仁天福报 仁天福报 对改善世道人心有好处 但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 它还不是究竟的 它还解决不了轮回问题 所以究竟的方法 还是要透过信愿念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了生脱死 所以鲁家的助人的人天秤 加上念佛求生净土 这两种文化把它结合起来 深受世间的圣法和出世间的旧经法 这就是人的生命当中 能获得的最完美的教法 最高的幸福 最高的幸福 那么在行为层面要敦伦敬奋 闲邪层层 这样国家的命运 就会由动乱转化过来 民族的灾难 民族的灾难就能消灭 还是因为今日的灾难也是大家的共业所遭 如果人人都能够深陷因果 如果念佛行善 这个共业就会转化过来 这个沙捷就会消灭 在128上海互战时 就是日本要攻占上海 这个中国的军队在抵抗 最终倒是失手了 但在那个过程当中 很多念佛人 他申请了一个制成的 这种求佛菩萨加持的行为 所以得到灵感的人很多 当时说有个商人 他就穿着皮奥 里面还带了很多钱 当时他坐着船上的时候 日本县兵上来了 就得一个一个收身 收身他就没有办法 逃也没地方逃 他就在那里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赶紧念 谁知道这个日本兵收身的时候 到了他那里就跳过去了 不收他身子 他这个人是很胖 又穿着皮奥 好像日本人看不到他似的 过去 还有一个念佛行人 他写信给印竹 我看他那信写得很敢 说他学佛已经好几年了 平时念佛是泛泛悠悠 燕连心出不来 他燕连心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就是在打仗的时候 日本的飞机在头上盘旋 在投资炸弹的时候 他都没有逃啊 这时候他就站在空旷的地方 合掌念阿弥陀佛呀 日军的飞机在头上盘旋 这时候他念佛才真正升起了 自成的艳力心 这个世界太苦了 这个世界太不值得停留了 我一定要在他的炸弹身中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样的一种情怀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众生 真的要以巴苦为师啊 没有这样的苦难 没有敌军的飞机在投资炸弹的时候 他的业力心都出不来 当他有这么强的业力心 这样自成念佛的时候 当然阿弥陀佛会加持的 就是在炸弹身中 他也会生命安全 纵然三千大千世界燃起的大火 都是原子弹爆炸 他也能往生了 所以自己一个人单独修行 都能得到这样的灵感 都能得到佛菩萨这样的加持 如果人人都共同来修念佛法门呢 那整个的大众的虔诚 恳其念佛的这样的力量 还不能婉转这个国家的灾难吗 那是可以的 就是人信不及啊 又何方观世音菩萨 他是展示大悲愿力的 以三十二印身 入足十方的插土 观世音啊 观听苦难众生呼救的声音 给予救度才叫观世音 寻生救苦啊 只要自成颂念 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一定能得到菩萨的感通加持的 这方面念菩萨的名号 得到灵感 得到复念加持保佑的记载 那是不胜门局啊 大家都可以找有关资料去看一下 映祖当年还请许致敬居士 专门做了一个观世音菩萨 这个灵感记很厚的一张 大家可以看看 我记得里面都有这么个公案 说原来云南大理国 大理国他都整个的信佛 曾经有一度国力非常强大 他也不卖朝廷的仗 唐朝政府有时派大军去打仗 都打不过大理国 所以有一次又是朝廷派军队去 到大理国准备收拾收拾 这时候在途中遇到一个老婆婆 年纪很大的老太太 他背了一块像山一样的石头 在路上走 大军在后面 一个人背着那么重的石头在前面走 这些将军一看就惊呆了 就看看老太太这么大的力气 背着小山一样的大石头 这时候就下马赶紧请他跟他问话 老太太也是从容不破 把背上的山一样的大石头放下来 放下来那可他们几百人都动都动不了大石头 那一个老太太就背着肩上背得很轻松 这将军就问 哎呀你这个大理国像你这样的有力气的人有多少啊 这个老太太说哎呀我算不了什么 我大理国跟我这样有力气的人那成千成万 这将军一定吓坏了不能去了 这个国家打不得 这个老太太都有这么大的力气 而且很多人这样的力气 我们怎么打得过啊 赶紧回来 那以后说这个老太太是什么 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给那些人振就振了 让她不要去打大理国 所以这个普文品当中讲 凡以合身得度者极限合身的救度 那么观世音菩萨没有自己的身相 一切是随众生心 因众生心随此数之量 因以合身得度者极限合身而为救度 那不仅能够视现正报的身 而且她还能够视现一报 能够视现山河大地桥梁道路 这样的身来救度众生 如果我们的善业所感非常沙漠化的这个时代 那观世音菩萨可能就视现一大片绿洲了 当我们没有水池的时候 那观世音菩萨就视现一个大的湖泊了 江河了 她都能够救度我们了 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 这种自成感召 那也没有办法 所以现代的人是捏障身中 对这个佛菩萨的广大灵感的这个救度 她有信心的太小 能有信心的人太多 如果人人都对佛菩萨不可思议的智慧 力量慈悲 具有坚定的信心 那我们这个国家的灾难哪能不会消灭啊 所以就在我们这个民族战争最苦难的时候 这个印光祖师大声呼吁啊 大家赶紧念 喇摩大灵救骨救难观世音菩萨啊 每天念一万声阿弥陀佛名号 再念五千声的观世音菩萨名号啊 来大声祭福啊 得到灵感 保护的人很多 下面谈到 人对这个佛菩萨感应的信心 包括对三色因果的信心 他要教化的 要培养的 因为这个信心属于初世间法的范围啊 它是属于般若智慧的范围啊 一般在这种心意识 逻辑思维啊 这样的一个五一六成的人 他很难对这种超越的力量产生信心的 所以就应该要从一个幼小的时候 孩童的时候就开始培养这样的信心 因为小孩子他还没有受到成人世界 社会的污染 内心还比较童真 他这种纯真呢 是容易跟这种信心能对接的 所以凡是做父母的人 要在子女幼小的时候 就要教化他 教化什么 因果报应的道理 教他敦伦敬奋之道 家里要让他孝顺父母 恭敬兄长 孝替忠信 离义廉恋 你从这里来教化他 等到他长大成人了 他这种深信因果 相信超越的力量 又有道德的这种习惯 他已经成了一个奇性了 就好办了 如果你从小就没有教育好 他是放中他的教 教慢 放中他的习气 这种恶的习气形成了 你也就无能为力了 尤其还要从胎教 入手啊 更早推到胎教 生命从他做胎的第一个七天开始 他就有知觉的 你怀孕这个婴儿在度娘胎里面 他对外部世界是很灵敏的 所以孕妇如果能够从胎教开始 就开始吃素念佛 一切都像善的方面去做 一切恶的语言 恶的行为不去做 眼睛不看那些恶的这种事 耳朵不听那些迷迷之音 不好的声音 深夜不做那些恶事 口律不出那些恶言 都是很宁静的念佛 犯音 这样使子女啊 在胎中就禀受了这种正气啊 所以一开始这个种子就很好 他的天性就很 纯真 就很精良 出生之后再加上因果的和佛教的 这个教化 他每个人都能成为善人 成为善人他就会成为国家的动量制裁啊 如果一个小孩他只是有能力有知识技能 他没有道德那最终是祸国殃民啊 这些贪官污吏 无一例外都是这个样子 你说他没有能力他很有能力啊 但是不正啊 自私自利啊 这里就提出 周代啊 周朝有八百年的王业啊 帝王之业啊 王道精神啊 是中国历史上朝代最悠久的是周朝啊 周朝得乐于三个女圣人啊 啊 就是太疆太任太士啊 啊 她们相互教旨那种纯净的女德啊 一行呢 才能成就周朝八百年的这种基业啊 所以定光祖是常常说 治国平天下的权力 女人家超得了一大半啊 现在讲男女平权啊 男女平权个人的身份不一样 她的权力的表现形态也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女人家超了一大半的权力 就是在家庭当初主持家政的 大多数都是女人 男人都是主外的 如果这个母亲是一个贤母 贤惠的母亲 那么子女在家中 每天跟母亲在一起吗 耳濡目染 都是受她母亲的教导 她母亲是一个正面的 道德的贤惠的影响 她就能利益她的子女 如果母亲没有做好 幼小的时候 浇灌子女 放纵她 绝对不以孝地忠信 因果报应来教训小孩 那么这样的小孩长大之后 就会 这个非常残忍的天性 乃至于量成杀父杀母 这样的一个魔王的眷属 所以子女幼小的时候 一定要培养她的善的心 那种仁爱的心 那种甚至一颗苍蝇 一个蚂蚁都不忍去伤害的心 要对她的恶蝶的倾向 要严加约束 善心包括小孩 仁爱一切 而且能够很慷慨大方 不失一切 因为人余生俱来 她都有什么 都有奸贪 对自己的东西不愿意给别人 对他人的东西想赞为己有 这个在小孩身上是体现得很明显的 你看 你给一个小东西小礼品给小孩 小孩赶紧抓在手上 这就是她的签 签你的样子抓的手都不放 你给她几块签 她放在小兜兜里面 天天捂着小兜兜睡觉 她就这样 然后她拿着好东西看着别人的东西 紧紧地盯着人家的东西 盯着人家的东西想赞为己有 自己抓着这些东西盯着别人的东西 这就是小孩的这个习惯 所以这个东西你就得要 要叫化她 你自己的东西要给小朋友分享 要布施出去 让她养这种很慷慨大方的心理 心量打开 现在有些父母教育小孩 有时候教育小孩 你不要吃亏 你不要上当 你要去竞争 你就错了 所以要知道 今日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的这些人 都是从小父母教身贯养而来的 这是非常可悲的件事情 天下心王匹夫有责 一个女人的这种 对天下心王富有很大的责任 你培养一个善人 你就给社会输送了一个善的人才 你没有教化他好 你给社会输送了一个恶人 所以教化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就像以孟子这样的贤德 她的母亲孟母三千 这孟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母亲 当时她们的家是住在哪里 住在杀猪的人家旁边 于是这个小孟子就天天学着怎么杀猪 孟母一看这个不行 就搬家了 搬到一个闹市 左人右舍都是经商的商人 所以小孟子就天天做的怎么赚钱 投资最小利润最大 弄这些孟母也觉得不好 又搬家 最后搬到一个学堂附近 大家都是学四书五经的 都是学圣贤的书的 所以小孟子才天天去念书 最后成就了鲁家的一代亚生 那对于孟子这样的知识 都要廉价管缩 才能成就他的道德智慧人格 何况平庸之辈 所以身为父母的一定要对子女 要有智慧的教法 现在大家提倡男女平权 好像是在抬高女人的人格地位 但是不知道 男人和女人身体生理的不同 他的责任也是不同的 所以周一里面讲 男正未夫外 女正未夫内 男人是在外面创事业的 女人是在家庭主持好家政的 正未于内就是你在家庭里面 烹饪 纺植 相夫 教职 这些事情你都做好 这是女人的天气 现在搞的女权运动 男女平权 让女人到社会上去干男人的事业 去从政 去经商 这样使得女人自己的天职 本位的事情崩溃了 所以名义上好像在抬高女人的人格地位 实际上她是推倒了女人的人格和地位 对这一点令主是看得非常明白 所以就期望女界的这种英贤 英才贤俊 要个个认清自己的人格所在 职责所在 在家庭 教育好子女 使她成为贤善之人 这天下太平就有一个良好的基础 所以治国平天下的要道 最终要落实在家庭教育 在家庭教育 祝母亲的人担任了一大半 你一个祝母亲的 在婴儿还在怀胎的时候 你的胎教 就能让她秉承天地间的正气 出生之后 这个婴儿小孩 至少三年她是傍作母亲不会离开的 她就观察母亲的怡龙 威怡 接受母亲的教化 她才成为贤善之人 所以做女人做母亲 不表现她很强的事业心 她就能够治太平 治药物 很可惜的是各界的这种精英 都没有看到这一点了 所以就希望女界的阴险 对这一点加以特别的注意 现在我们也看到整个社会 女人都在忙男人的事业 于是小孩的教育 都推到摇摇圆去了 或者让自己的上一辈去承担 实际上这个都很难承担起来的 实际上这个都很难承担起来的 所以现在小孩的教育真的是有问题了 所以世俗都称妇人叫太太 这个查太太二字 她是很尊贵的臣妇 刚才讲到她的源头是在周代 就是三太太 太江太任太士 她是女中的圣人 都能相扶教子 太江她是古宫潭妇的夫人 她生了三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太伯 中庸祭地 这个孔子曾经赞叹这个太伯 太伯啊 是山以天下浪啊 明道于今 他的智德名无称淫啊 民众想称太伯的这样的德行 都没办法无从称赞起啊 他是古宫潭妇的长子啊 他是可以兼王位的 但是他能够体察他的父亲的心 他有三兄弟 这个最小的弟弟叫祭地 祭地又有贤德 又生下了一个圣人啊 就是文王啊 生下了文王 所以古宫潭妇就有心想让 想把王位传给紀律 但又障碍着又不好开口 这个太伯就了解他父亲这种心理 也知道紀律借这个王位 对整个周朝啊 对整个家族有好处 所以他自己就悄悄地跑了 隐居起来了 跑到哪里啊 就跑到苏州去了 所以苏州一代人 对太伯那是推崇被制啊 苏州在那个时代是一个 没有文化的地方 太伯去了把这种里浪的文化 在那里推行了 好 好 那么 祭地的太太是太任 生了周文王 文王的妇人太世 生了周武王和周公 你看这个子孙三代的女圣人 生了三代的圣人啊 这是千古以来所没有的 所以后人就称女人叫太太 就是把这个人称为 像周代的三太一样 所以这个太太是至尊无上的称呼啊 所以一个女人能够有三太的德行 才不辜负这个太太的尊称啊 所以映竹在这进一步的希望 现在的女人的阴行 要实行相互教旨的这样的事情 使自己所生的子女都成为行善之才 才不辜负这个太太这个优美的称呼啊 其次呢就要认真地吃素 人和动物虽然都有平等的佛性 原来都有平等的佛性 我们不忍心去杀害他的生命 来冲自己的口福之欲 你身上处地想想 终须知道 你自己的身体就拔根毫毛 或者用刀子用针扎一下 你都觉得疼痛难忍 那你拿着猪用这个杀猪刀捅下去的时候 猪的痛苦是什么样的痛苦 你拿一条鱼用那个鳞片用刀把它片片的削下来 它的痛苦该是什么痛苦 你我们想到这里这个心胆惨烈啊 深深处地想想这是剧痛难忍啊 他痛的都喊不出声音出来啊 就好像我们疼痛声音都喊不出来一样啊 我们还能忍心去杀害他的生命 食他的肉吗 何况杀害动物的生命 食肉之人 他容易生起杀心呢 为什么那些战士上战场先喝酒吃肉 他的这个就上来了 所以现在世界上的刀兵劫的灾难 都是由这里生起来的 冰冻三尺非日之寒啊 欲知世上刀兵劫淡天徒门夜半生啊 是从我们的这种杀生吃肉开始的 但世间有很多人 虽然明白佛法的道理 但是叫他实际上去戒杀吃素 他很难 但佛法是你知之非难行之为难啊 说得了一丈不如行得了一寸啊 你学佛之人要从吃素开始啊 印竹说民国十年 他到南京去访问一位道友 当时这个道友就请魏梅孙来见印竹 魏梅孙是南京的一个大复法技术 也是大慈善家 他也信佛 但是对印竹说我信佛念佛 但是吃不了素 那么印竹就让他去读印竹文抄的 南寻极乐事修放生词书 让他去读几十遍 就能吃素 果然这个魏梅孙呢 回去以后就开始读 读了以后他真的就不敢吃肉了 就吃素了 为什么他明白真相呢 这部放生词书文 这篇文稿里面先说了 一些动物众生跟佛的心性是平等不二的 再续说了 多生多继以来 我们跟这些飞青走兽动物 父为父母兄弟妻子眷属 父为冤家对头 父相杀 也父为兄弟子 父母子女相互有恩德 所以去杀众生就等于杀父母 然后再引了大乘经典 像《泛网经》《能言经》《能切经》的经文来做证明 这篇文稿写得非常好 非常精粹 非常具有慈悲性 所以魏梅森居士 他读了几十遍 熟读生诗 不仅不敢吃 不忍吃也不敢吃了 所以两个月之后 魏梅森就绝对不食肉 这是举了个例子 然后又讲上海黄汉汁居士的母亲 他也不能吃素 黄汉居也是印祖的大复法居士 原来是做官的 以后也做过上海佛教禁业社的社长 大家可能对他很熟悉 他做过《阿弥陀经》《白话节》 《禁业初击指南》这些书 印祖都给他写过序文 他的母亲 不能吃素 也不相信食素 就是学佛的重要的事情 觉得我学佛念佛就可以了 吃不吃素没有关系 所以黄汉汁就来信 向印祖寻味怎么办 印祖就让黄汉汁居士 在佛前诵经念佛 朝夕 带母亲忏悔念仗 以母子之间天性相关 自成就必然感应 黄汉汉汁依着这些方法去住了一个多月 他的母亲得佛的加持就吃长素了 当年是八十一岁 每天念两万圣佛号 到九十三岁那一年念佛往生 所以最后印祖就希望一些大众 从今日开始注重戒杀吃素 并劝自己的父母 子女 家庭眷属以及一些朋友 共同吃素 要知道吃素念佛 是复国习灾的根本方法 那么今天印祖所讲的 就是复国习灾的重要的意义 而下手的方法 就是从念佛吃素开始 所以希望余慧的族君 不要以为这样话太浅静 而不放在心里 要认真的去落实下来 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 好 南无阿弥陀佛 谢谢 我听你们看 南温常年宇宙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